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 国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香港法院支持同性伴侣的继承权力 华盛顿州参议员杰夫·威尔逊因在香港持有枪支而被捕或准保释 早安更新 美国挑战以色列对燃料供应的禁令加萨维困家具 香港的豪华住宅市场可能在政策演说中找不到太多的慰藉 请大家收看 香港法院支持同性伴侣的继承权力 华盛顿邮报 香港上诉法院维持了一项决定 授予同性婚姻夫妇平等的继承权 裁定该城市现行的继承法律是歧视性的 此案由李亨利和他已故丈夫吴伟伦提起 他们于2017年在英国结婚 法院去年裁定 同性婚姻夫妇应享有与异性夫妇相同的法律保护 这一决定现已维持 这项裁决是香港司法系统中LGBTQ权力的 一系列渐进性胜利中的最新一个 华盛顿州参议员杰夫 威尔逊因在香港持有枪支而被捕 获准保释 加拿大环球邮报 华盛顿州参议员杰夫 威尔逊因攜带未注册枪支在香港被逮捕 这位共和党参议员在周六与妻子抵达香港后被海关官员拦下 威尔逊声称他在飞行途中发现了这把武器 并在降落后向官员报告了此事 他于周一获得保释 在香港未经许可携带枪支是违法的 最高可处以两年监禁 早安更新 美国挑战以色列对燃料供应的禁令 加萨围困加剧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对以色列禁止向加沙供应燃料的禁令提出挑战 警告该禁令将在几天内 扼杀加沙人民 使水泵和医院运作停止 以色列阻止向加沙提供可能有利于哈马斯的援助物资 燃料一直是一个争议问题 美国现在加入了对燃料禁令的批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燃料是医院发电机运行所需 和海水淡化设施泵浦运行所需 以便人们能够饮用新鲜健康的水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实施了限制 联合国救援工作者警告说 燃料禁令将在几天内 扼杀加沙人民 使水泵和医院运作停止 联合国呼吁解除以色列的封锁 但以色列拒绝这样做 理由是为了防止哈马斯获得武器 香港的豪华住宅市场 可能在政策演说中找不到太多的慰藉 南华早报 受中国经济活动下滑 抵押贷款成本上升和全球利率上升的影响 香港的豪宅市场 不太可能从政府的房地产降温措施中获得提振 在第三季度 价值2000万港元 256万美元 或以上的物业交易量下降了52% 而豪宅的资本价值在今年迄今下降了0.3% 这些条件加上对利率的不确定性 和前景的皮弱可能进一步对豪宅价格施加压力 中国家电巨头美德集团在香港提交上市申请 彭博社 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商美德集团 已经向香港交易所提交了上市申请 这可能是近年来香港最大的一次上市 该公司计划明年在香港上市 并选择美国银行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联合保健人 美德集团的市值约为510亿美元 其董事会在8月份批准了一项计划 探索在香港上市时出售其总股本的最多10% 这一大型发行将为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市场 提供急需的推动力 该市场已经超过一年 没有见到超过10亿美元的上市募资 香港的绿色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亚太金合组织需要标准化和合作 南华早报 根据Go Impact Capital Partners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和蚂蚁集团的一份报告 亚太地区需要一个标准化的可持续报告框架 和区域合作 以发展绿色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该报告还强调了实施区域绿色分类法 以吸引更多来自国际来源的环境 社会和治理投资的重要性 报告指出 香港正在被定位为该地区绿色金融科技的领导者 但资金和结构支持仍然是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的障碍 中国的琴和澳大利亚的麦克恩 获得年度最佳男女游泳运动员奖 南华早报 中国游泳选手琴海洋和澳大利亚游泳选手凯利 麦克坤被世界水上运动会评选为年度男女游泳选手 琴海洋在男子50米、100米和200米挖泳比赛中创下了世界杯纪录 并在世界水上运动会上创下了200米挖泳的世界纪录 麦克坤在世界杯上打破了50米和100米洋泳的世界纪录 成为首位保持所有洋泳世界纪录的女选手 两位选手还在世界杯和世界水上运动会上实现了三冠王 中国中海游第三季度利润同比下降8% 尽管产量增加 路透社 中国国家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中国海洋石油 Nook报告称 由于实现的油价下跌 导致第三季度利润下降了8.13% 尽管产量有所增加 净利润下降至人民币338.8亿元 464亿美元 而收入则增长了5.5% 达到人民币1148亿元 全球油价自去年以来一直下跌 然而Nook的总净油气生产量在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了7% 达到1.678亿桶油当量 该公司已设定了2023年创纪录的650至660亿桶油当量的生产目标 作为其到2025年平均年产量增长6%的中期目标的一部分 米哈伊尔·霍多克夫斯基表示 美国领导的对以色列的支持不应以乌克兰为代价 经济学人 民主国家的决心症以极端的方式受到考验 乌克兰和以色列的冲突正在考验西方的决心 虽然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是对西方决心的考验 但它也分散了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恐怖活动的关注 这已经导致平民死亡 流氓国家 恐怖主义和无法无天的崛起 表明了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崩溃 美国需要展示坚定和领导力 以维护全球和平 防止对全球秩序的进一步挑战 中国跨境旅行和签证发放在疫情后的反弹中大幅增加 南华早报 2022年第三季度 中国向外国游客发放了超过60万个签证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2.7倍 表明旅游业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国家移民管理局报告称 与2021年同期相比 7月至9月的跨境旅行增长了454% 其中 中国公民的旅行总数为6168万次 非居住在边境城市的外国人的旅行总数为801万次 入境旅游的延迟反弹 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后疫情恢复 和可能的自我孤立的担忧 中国已实施措施放宽旅游限制 促进国际旅游 包括免签证入境计划 和取消入境旅客的新冠病毒检测要求 Jamie Dimon和其他顶级银行家在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肆虐期间访问沙特阿拉伯 CNN 华尔街的顶尖机构 包括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 将出席沙特阿拉伯的未来投资倡议 FII 尽管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 这个被称为沙漠中的达沃斯的活动将持续三天 尽管冲突不断升级 但在投资者中仍然非常受欢迎 公共投资基金 PIF 作为全球投资者的重要角色 其国际投资组合涵盖了Uber Lucid和印度的GEO平台和Reliance Retail PIF的管理资产从2018年的2500亿美元增长到约7000亿美元 中国在人工智能专利方面扩大了对美国的领先优势 这是在北京科技推动下取得的 彭博社 中国在人工智能 AI专利申请数量上超过美国的领先地位有所增加 凸显出中国塑造和影响该技术的决心 中国机构在2022年申请了29,853项与AI相关的专利 比美国的申请数量增加了近80% 中国在过去一年中占全球AI申请的比例超过40% 习近平主席下令国家加快基础研究 以应对美国限制其获取先进技术的努力 这导致中国企业在AI和量子计算方面增加了投资 香港的Temple Water将收购Li Medical的新加坡医疗部门 Yahoo 香港私募股权公司Temple Water将收购Li U医疗集团 在新加坡的肿瘤学和心脏病业务 收购Liangco Care Medical和Novina Heart Center将成为Temple Water在医疗保健领域的首次投资 该公司专注于亚太地区中市场控制性收购 以及其他资产类别如房地产的投资服务 Yansker谈论应对父亲自杀 格拉茨之王的地位和Kitch的野心 南华早报 奥地利前锋雅各部 杨奇尔 Jacob Jencher 表示 他相信他在足球事业上的成就会让他与2011年去世的父亲感到骄傲 杨奇尔献效力于香港的节制足球会 此前曾效力于斯图姆格拉茨 这位34岁的球员表示 他的父亲一直是他最大的支持者 并推动他达到了最高水平 杨奇尔还曾在俄罗斯、荷兰、瑞士和土耳其度过一段时间 并拥有23次国际赛出场记录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我们听到了一名活动人士在西岸抱怨以色列定居者对他的虐待 这个情况让人非常担忧 同时 沙拉、贾马被驱逐出新民主党团 这也引起了一些讨论和争议 接着 我们得知香港法院支持同性伴侣的继承权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也是LGBTQ权益的一个胜利 同时 华盛顿州参议员杰夫·威尔逊因在香港携带枪背部 这让人感到非常惊讶 在国际新闻中 我们知道美国挑战以色列对加沙燃料供应的禁令 这引起了一些关注 同时 香港的豪华住宅市场可能在政府的房地产降温措施中找不到太多的慰藉 另外 中国家电巨头美的集团在香港提交了上市申请 这可能是近年来香港最大的一次上市 此外 香港的绿色金融科技生态系统需要标准化和合作 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中国游泳选手秦海洋和澳大利亚游泳选手凯利 麦克坤被评选为年度男女游泳选手 他们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 同时 中国国家海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中国海洋石油的利润下降了8% 这引起了一些关注 最后 我们得知美国的顶尖银行家在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期间访问沙特阿拉伯 这引起了一些争议 同时 中国在人工智能专利方面扩大了对美国的领先优势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综上所述 这些新闻涵盖了各种不同的主题 从国际政治到经济和体育等 这些新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世界观 并让我们了解到不同地区和领域的最新动态 我们现在邀请观众参与讨论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